这一名杀害前妻还带着小孩自杀的男子 其实在两年前就家暴前科 前年八月他同时掳走两个女儿 并且留下字条说要一起自杀 但是最后没有下手 社工人员当时发现这一名男子有明显的情绪问题 但是他拒绝就医 而他后来被判刑八个月 去年夏天出狱之后就失联 社会局无法追踪辅导 结果昨天就发生了这场悲剧 白色车子呼啸而过 差点撞到马路中央的女子 开车的人就是这次杀前妻 又带女儿自杀的李姓男子 两年前他就曾开车恐吓前妻 后来也掳走过两名女儿 并且留下字条 扬言要跟女儿一起自杀 虽然最后不忍心下手 但他还是被判刑八个月 去年七月里南出狱 户籍所在的桃园县社会局 就无法联系上他 从初狱去年的七月三号 他就一直在找这个加害人 那他也没有在高雄出现 一规定李男由桃园社会局 列管追踪 家住高雄的前妻 则由高雄社会局负责 男子十年后 高雄社会局曾经联系过前妻 但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不过两年前社工在访谈中 就曾经发现李男疑似 有情绪问题 但他拒绝就医 有社福团体指出加暴案 除了保护被害人 在加害人的部分 也就是被称为加暴案 相对人的一方 也需要在一开始 就予以协助和諮商 但李姓男子当时并没有被列入 社福团体表示 相对人服务概念 在台湾已经推行了六七年 但转介案件到现在 只有增加了三成 显示公部门在接获 加暴案通报时 还是不常意识到 加害人也需要被关心 另外案件中被带走的大女儿 如果顺利康复 高雄社会局也会安排心理治疗 初步评估两个小孩 应该会由妈妈的娘家来照顾 记者王界村 陈显坤高雄报道